所以我們高女生的家裡 我們都有那個 你叫蒸氣立體燙 可是那個一般會燙不平 可是有一招很棒 因為我老公都說 Baby 我衣服有點皺 你還要幫我弄一下 我就把它掛起來 然後噴水 然後噴水之後 你再用吹風機吹 平到不行 你根本就不用用什麼 那個蒸氣運動 因為蒸氣運動 有時候滴水會把它燙 你先生叫你幫他燙衣服 因為他就說有一點皺了 怎麼辦 他還叫你做些什麼事情 我比較不想要是這個東西怎麼收 因為有時候我們飛翁 這個水已經滴下來了 對 你把它站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你要立起來 對 要立起來 他用完了一定要立起來 就這樣放在那邊 他就開始滴水出來 所以運動不能直立 不能平躺之命 如果它是開啟的時候 它水不會降落 因為它有溫度它會變蒸氣 那如果說你擦頭沒有擦 它是冷水 它就會滴出來 真的很驚訝 搞到這邊都濕了 好可怕 這就是真實的意思 妳有辦法把這個收起來嗎 妳就把它放到旁邊 沒有 其實它是有一個特殊收法 它你把它收好 它會變直的 扁扁的 妳就可以把它放到儲藏室 很好收 妳們會收 這個不是很好收 我有一次就碰到這個狀況 我不要 我就是不知道你們收 來 妳要把它收成直的啊 來 試試看 我就是不知道我才問啊 沒有 再試試看 這很簡單 很好操作了 妳試試看 因為其實它就是一兩個器官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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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沒發現那個咧 第一步 第二步呢 好 第二步 好 來囉 好 有機會 好 好厲害 好厲害啦 妳要怎麼讓它相反 對 完全相反 對 它是這樣站著的 好 所以你們都會喔